大家好,歡迎收看信網每週講股 今天星期請到信匯證券行政總裁沈陣營 上來和我們談談未來大使走勢 大仙你好 你好 先說大使的表現 恆子方面,8月整體走勢不錯 累升1085點,幅度有5% 打破了過去8年這個月勵跌的魔咒 看回國子,8月更加是全球最佳表現的指數 踏月9月,首日來講都有個好開始 升過8點,更加創了超過一年以來的收市新高 今早早亦曾經破了今年的高位 大使,這個月聯儲局將會議息 焦點又回到美國加不加息 日本央行議息之後會否進一步放水,都是焦點所在 其實這些因素對大使影響有多大? 你覺得大使在9月整體是升還是跌? 9月來講,市是要看回很多因素 特別是外圍方面比較多 美國的息口的情況 看21日聯儲局的FOMC會議 另外就是今晚的飛龍新增職位 受業率那些都是有影響的 整體上市場是開始已經將加息這個預期 就放了下去 但是見到股市的反應就不是太負面的 唯獨就是會市那邊美金就強了 所以我想暫時來說這個因素雖然繼續發酵 但是未必對市場帶來太大的震盪 反而港股有追落後的情況 特別是南下的資金繼續買著一些重磅的藍籌股 包括匯控、內人等等 這裡有做一個港股的整體表現是好一點的 但是暫時來說 由於外圍因素的影響之下 我估計港股就算9月做好 都不會出現一個好像8月那麼顯著的升幅 都是反覆偏好為主 當中可能的指數是有一個波動性在這裏 就慢慢見 慢慢衰 漲漲上漲漲漲跌 整體上 兩萬三千五的機會短期都很大 但問題是殺到那口的紅症街貨 之後還有多少動力 那就要看接下來的街貨的情況分佈情況 但我估計都是先看兩萬三千四五 或者可能盡少少的都是兩萬三千八 你說會不會去到太高呢 我覺得九月份未必可以 好 轉說一下 八月表現最好的恆子成份股排 第三就是蒙牛魚 看回中期按年就賺少了近兩成 不過仍然部分大行唱好它的業務正在復甦 看回蒙牛股價 大行唱好之下 見到上個月尾發威 八月整體累升升超過一成 不過見到這陣子升得急 今早早都曾經回吐過超過百分之三 大仙你覺得這股份的前景是否真的向好 市盈率已經有成大約二十倍 還可不可以做一些中長線的投資 我覺得不可以這麼快 就覺得全面向好的 當然它從一個比較差的環境之下 會有一個反彈 那個反彈的原因在於 它可能在這個營運的數據上 就之前的基數就比較低了 有一個轉好的跡象 但是這個跡象不代表是可以 現在這一刻判斷是一個中長線的轉變 所以我估計股價經過一輪急升之後 反而現在大家自己小心不要再太高位追入了 我擔心的是 炒完這一轉又要回吐 等下一個季度的業績 那時候有一個啟辭才會再有炒作 暫時我還未覺得是大方向轉勢 見到國子在8月就是全球表現最佳的指數 不過見到國子成份股之中最差的頭兩隻都是汽車股 分別是東風和長城汽車 看看汽車股的中期成績表表現都挺參差的 不是間間 都是賺錢多於去年 不過見到今年整體的汽車銷售 其實表現都不差 加上汽車銷售就踏入了金九銀十 汽車股接下來有沒有機會說進行一個大翻身 哪一隻薄反彈你覺得最值得買呢 我自己又覺得汽車股真的不可以整個版塊一貨而論 因為個別的汽車股因應它的牌子 它針對的市場和競爭力而有所參差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在裡面個別去選擇 當然明顯是吉利表現好 另外比阿迪都的銷售都算不錯 因為始終它有補貼加上政策的推動 但是問題一樣東西我想逐一隻去秤的話 現在我暫時看都是似乎是吉利相對吸引一些的 當然汽車的銷售是在上升的 但是當中會不會涉及到減價的問題呢 看某些牌子的或者某些個別的汽車股 就很明顯是這個因素的 所以暫時來講觀望和有選擇性地去選擇 好 那大仙你今天有沒有什麼股份推介給投資者呢 今天我就建議大家仍然留意著聯想 聯想一直回市回到五元邊 五個一二這些位置 逐步看到底的了 原本股份推介讓 sven島太榮 但是50週年之前的經濟公司 要其他飯店舖沖 into英雄 個人會推介一下 而且剛好他們裡面又覺得 機構和血統的控機 如果你們都是這些酸аны ٌ 大家去吧 如果 oni requiredby 2016、2017年度全年的業績是回復正增長 以及應該去到2014、2015年度的水平流上 所以股價方面我是中長線看得比較高的 現水平今天就輕微下跌 在5.3的附近 現階段值不值得買 那麼中長線的目標價你提到多少 現階段值得買的 中線就看回5.86元 中長線我覺得始終要上去去年那些高位 大師你有沒有持有上述的股份 沒有 今天麻煩沈陣營這麼詳盡的分析 每週廣估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